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Chester区块链频道 现在是2024年的6月26号 我们看一下在过去的这个20小时 加密货币市场发生了什么样的重大的变化 整个市场终于迎来了,就为了一个普涨 表现最好的依然还是民营币板块 PayPay20%,Bunk15%,WRF30%,NOT还有Brett Base链上的龙头涨了30% Doge8% 这些民营币板块 涨幅特别特别好 那我们看消息面上的话 SEC主席现货以太坊ETF审批过程非常顺利 那这个太太也是赞上了3,400 然后大饼的话从昨天的58,000 也是涨到了现在的62,000 我们看一下以太坊ETF在两年之内 可能会净流入150亿以后的这个资金啊 所以说以太坊的暴涨这个一定是时间问题 绝对可能性不是可能性的问题 而是时间问题 以太坊一定会暴涨 因为以太坊在这轮牛市的初期 它的涨幅是比不上大饼比不上索拉纳的 但是以太坊ETF的这个通过 一定会让以太坊有一个井喷式的爆发 大家拭目以待 那我们再看一下 降息 在某个时候进行降息 这个也是一定是摆上钉钉的事情啊 然后关于这个slurph slurph这个预售参与者都已经获得补偿 最后250个钱包 已经退还25%的这个资产 这个slurph这个团队还是挺有格局的啊 再来说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空头的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blast这个空头啊 blast的总量是1000亿枚 50%将空头给社区 那这个初始空头量是170亿枚 那25.5%的这个分配给核心贡献者 有4年的这个锁定期啊 25%的核心贡献者空头代表将在TG发布之日 起一年后解锁 每月解锁一次 那其他的就是大家也可以研究一下 它这个代币经济学 那它这样做也是为了防止上线之后的这个抛压 那个blur 超跌啊 6% 然后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blast 在这个巨金金鱼上这个will期货跌超过21% 0.02u左右 blast的大国空头将分6个月线性解锁 归属条件是每月达到基于第一阶段活动的阶段 我们看看 我们再看一下blast的空头将于6月26号晚上 也就是说 在你11点 10点 差不多就开始上线了 所以说今天晚上我们大家就可以期待 看看你有多少积分有多少空头 那欢迎你如果说你获得了空头 欢迎你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好吧 好的 那我们这一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不要忘记领空头 最后再强调一下风险 本期视频 切死的所有的视频 切死的所有的直播 均为切死的个人主观 心得分享 没有任何投资建议 加密货币和数字产投资风险非常高 你有可能会损失掉全部的投资板金 切死的对你投资 是产生收益和亏损 不承担任何责任 不承担任责任 请你自负盈亏